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武艺张鹏 今天为大家讲 调理我们眼睛发干发色 事物模糊以及酸痛的方法 如果我们用眼不当 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出现以上这些问题 而且时间久了会导致你的眼睛近视 首先我们用眼一定要正确 玩手机的时候 不要长时间盯着或者是在黑暗的处 然后老用一边的眼 一次的眼去看手机 要正视屏幕 我就由于开车 老是用我的右眼 看我车前方有一个比较大的屏幕 开了几个月 最近突然发现眼睛不舒服 我去测了一下 现在都慢慢的开始有100度的近视了 这个呢 通过慢慢的后期调理 还是可以慢慢恢复的 如果说你们有一上的眼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 我们要及时的调理 今天为大家讲的就是推我们的大拇指 把我们的大拇指这个方法呢 就是搓我们大拇指把大拇指弯一下搓第一个关节 好这样搓就可以以下以下的 我最近呢因为右眼不舒服 我对比了两侧它是不一样的 右边要比左边特别的酸特别的痛 尤其是这个点 好我们把痛点呢 搓完了以后呢 给它点按 搓个三到五分钟 点按 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做右边 右边的大拇指 做完了以后呢 把另外一侧也要做 也做个三到五分钟 有痛点呢 也要给它点按开 好 如果你有一上这些问题 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调理眼睛 发肝发胀 酸痛 效果非常好 比较严重的 建议你配合大腿外侧的胆睛 和大腿内侧的肝睛 然后进行调理 如果眼睛看东西 前面有模糊 或者是有小黑点 都可以试一试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评论 留言 或者私信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